当中收获了两枚银牌 在第七道出发的将是山东选手孟锐 这是决赛出发的八名选手的名单 这个项目的世界记录 亚洲记录以及全国记录 都是由名将张琳保持的 这已经是在11年之前创造 7分32秒12 从画面的下方到上方 依次是第一道到第八道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十四运的男子八百米自由泳 这就是游泳目的决赛 八百米的比赛对运动员来说需要比较合理的来分配自己的体能 对于游泳项目的中长距离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不过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 比赛的作战的经验也都非常的丰富 目前在第五道的浙江选手费力伟是稍稍地处在领先的位置 而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成龙 包括在画面最下方的在第一道的山东选手季欣杰 看上去表现还都是不错 几名选手在前一百米还暂时没有拉开太多的距离 目前费力伟和成龙基本上是并驾齐驱 费力伟只是稍稍地领先 百分之四秒钟 长距离的比赛需要选手根据自身的特点以及情况 来相对合理地分配自己的作战计划 一般情况下会游到中后城的时候逐渐地拉开差距 但这个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死板的安排 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 也要根据自己在今天这个比赛日顺时的状态来做出及时的反应 同时也要观察对手的情况 从目前的情况来善待第四道的湖北选手张紫阳 目前排在领先的位置 而第五道的费力伟 第六道的成龙 紧随其后 差距都在一秒钟之内 目前来看差距还没有拉开 除了四五六三道之外 目前在第一道的季辛杰 以及第二道的邱泽 基本上是紧紧的在跟随着整个领先选手的游进 五名选手在前250米过后 基本上会形成一个领先的集团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 还是在第四道的湖北选手张紫阳 之前他在4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 已经拿到了银牌 另外在两个接力项目当中 也分别收获了一金银 看一看300米的道边情况 排名第一的还是张紫阳 菲利贝和成龙紧随其后 目前在第一道的季辛杰 也开始发力了 从刚才250米的五名运动员的领先集团当中 目前已经减少一人来到四名 在第二道的邱紫阳现在稍稍的树在落后的位置 赛场马上就要过半 从目前来看的话 决赛当中的八名选手 他们的游进的过程 形成的集团已经逐步的明朗 包括在第四道的张紫阳 第五道的菲利伟 第六道的成龙 以及第一道的季辛杰 逐渐的突出重围 张紫阳和成龙目前的差距还是非常的细微 基本只有3%秒的差距 当然最终的争夺还没有开始 真正的激烈的冲刺阶段还没有到来 湖北队的张紫阳目前还是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 张紫阳是在这一次的十四运 作为代表团的起手来参与到开幕式当中 他在这个项目当中 18年的全国锦标赛拿到了银牌 在20年的奥运达标赛当中 当时是排在第三位 这名选手在 这一次已经在十公里的马拉松游泳当中 拿到了金牌 这个实力确实是非常强 现在决赛的八名选手 在经过前500米之后 他们的分化的程度已经是愈发的明显 在第一道的迪欣杰 第四道的张紫阳 第五道的费力尾 以及第六道的成龙 目前是处在领先的集团当中 在550米的位置还是张紫阳保持着一定的领先优势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 巴贝尼游城的比较关键的阶段 对于领先集团当中的几名选手 如果想要在最后站上领奖台的话 他们需要在这个阶段咬住 不能掉队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第五道的费力尾 已经逐渐被甩开了 目前排在前三位的是 第四道的张紫阳 第一道的季辛杰 以及第六道的成龙 而张紫阳的领先优势也已经逐步的在扩大 目前已经将近一秒钟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200米的游进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从画面当中感觉到 尽管张紫阳是在领先的位置 但是他还是在非常快地进行着滑水的动作 所以打水的频率也在逐渐地加快 很明显是在550米600米的地方 希望开始发力 逐渐地甩开身后的追赶的对手 他目前在第一道的季辛杰 咬得非常死 局面开始逐步变得明朗 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的争夺 最后的100米的关键的冲刺阶段 竞争非常的激烈 在第一道的季辛杰和第四道的张紫阳 几乎是同时折返进入到最后的100米 目前领先的两个选手已经开始进入到最终的冲刺 他们已经甩开了排的第三位的成龙 这一块金牌的悬念到目前还看不出来悬念非常大 没有人能够在最后的50米之前杀死比赛 两个人又是几乎同时进入到最后50米的折返 竞争非常的激烈 张紫阳还保有着非常微弱的领先优势 季辛杰在第一道紧随其后 季辛杰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在400米的自由泳 拿到一块银牌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在张紫阳第四道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他已经锁定了这块金牌 而在第一道的三东选手季辛杰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三东队的成龙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这个项目的竞争直到最后的50米 或者说是最后的25米才逐渐的清晰 张紫阳拿到了个人在本届全员会的第二枚金牌 个人项目的第一枚金牌 长距离的游泳比赛确实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 都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需要非常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 同时还要审视多事观察对手的情况 但是像刚才这种情况 拿到前两名的选手 季辛杰和张紫阳两个人其实之间 道次相隔的还是比较远的 如果想要观察到对手的情况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容易 往往这种时候就需要更强的意志力 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决胜阶段 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都非常的不容易 季辛杰自200米自由泳 一打七拿到银牌之后 这次又拿到银牌 之前400米自由泳 他已经拿到了一块金牌 这都是在个人项目当中 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最终张紫阳的夺冠成绩 在7分51秒86 季辛杰和成龙分获这个项目的银牌和铜牌 这次又发挥了个眼睛 这是一个小眼督发挥 这个小眼督发挥 白眼督发挥 nokt眼督发挥 因为你会了 你会了 你会了